哇 听得太热了吧 太厉害了 我快热死了 为你找到了这些 6月17日出城州短路名的航班 一些你要的鸡皮吧 哇 1470 哇 这么多累 1470吃水饶不了啊 真的干啥 请你们出血糕啊 那我吃最贵的 我要吃更贵的 谁去哪 蛤 其实就是我去我去 那我买回来跟你报销啊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期节目 初体验酷暑降温计划1.0 最近正州是真的热 都快给热蔫了 所以就买了一些雪糕 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的雪糕 今天来试吃一下 那其实我个人平时很少吃雪糕的啊 老天的牙齦不好吃 你把吃我雪糕给我吐出来 我呢确实是属于那种 牙幼稚比较薄的人啊 所以吃一些生冷的东西 牙齿就会酸的受不了 不过今天这几个呢 我还是特别想尝试一下了 好了话不多说 有请参赛先生上场 OK买了三块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我儿时的梦想 梦龙 这个在我小时候的时候 它就是奢侈品 哇 要有盛光 这外形上看上去呢 就很普通啊 这个是多少钱 10块钱的 9块钱的 9块钱的 9块钱那么大一点 这个热量表呢 吃冰淇淋还看什么热量表啊 哇 首先尝到的感觉呢 就是这个外面的巧克力的脆皮 非常非常的脆 而且很厚实 官宣呢是百分百 比利时进口 这奶香味呢还是很好的 不是特别甜 我能接受 甜度呢也非常的合适 非常合适我的胃口啊 外面的这个巧克力呢 就感觉高端的巧克力 它不像是那种巧克力粉那种感觉 是吧 很懂 对的确是贵有贵的道理啊 好那我们来试试下一个啊 这个等会儿吃 然后是我们的中国本土品牌 珍稀蓝莓芝士冰淇淋 这个是要12块钱的对吧 据说这个珍稀的冰淇淋呢 是100克牛奶 提取出7克的鲜奶油制成的 我们来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嗯 好吃哎 非常的蓬松非常绵软 首先尝到的是有点 微甜 然后奶香味 有一点点的咸 芝士 芝士的味道 刚爆个菜名就把菜给忘了 这还可以 这还可以 不过话说回来啊 我才刚吃了那么一点 现在有点很腻了 不过逆归你还是想不多吃两口 真香啊 好我们来尝尝第三个 最后一个呢 是我们河南的本土品牌 天冰的皮阿诺 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给它拆开了 哇 里面有6块 就像6个巧克力一样 我们来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哇 哇 感觉有点汤嘴的感觉 它这个外面的巧克力的醉皮 它就不如梦龙的那个 舒服 这个上面就有一些沙沙的了 而且里面的奶油洞呢 是感觉有一些 水奶分离了 咬然就会有冰沙的感觉 编导师让我咬一样 给个切面的特效 我咬不了太凉了 试一下 哇 里面就是这种白白的奶油 奶油加劲 这个天冰呢 是我们郑州本地的一个牌子 还是挺有名的 在河南这个地区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那个叫 天冰大果 天冰大果吃过没有 吃过 吃过 但是我印象中 天冰这个牌子 所有的东西都不太贵 5毛1块 就一下整个5块的 高端产品 但是看了一下 它里面这个好像是香草冰淇淋 这个黑白色的配色 就像那种钢琴的琴剑一样 所以叫皮阿诺 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 高端 这名人起的就很高端 哇 很冷 所以大家一定要 好好刷牙 爱护牙齿 还是不错的 我感觉最好吃的应该是那个 梦龙的 按我的口味来讲 这个能排第二 然后第三就是珍稀 珍稀 回味太腻腻了 好了 这期初期间就到点 如果你有什么新奇好吃的东西 好用好玩的厨房神器 都可以评论或者私信告诉我 我是Nimo 拜拜 我平时吃冰激凌呢 吃这个雪糕 就不敢用牙齿直接啃 凉 就得用嘴唇包住牙齿